慌不择言的 没有 我想说一件事主持人 因为他平时真的很浪费我的时间 你说 你说 他有一次考试嘛 他们说要去试区去考 他让我陪他去考 我就想那我就去吧 这是一个男朋友义务吧 对吧 他和他室友考试 他室友也带着他男朋友 他也带着我 就是我们四个人去 因为他要考一天试嘛 然后我和他室友男朋友说 准备回酒店休息 他的室友让他男朋友回去了 他不让我回去 那人家家长陪个孩儿考试 还一等等一下午呢 你等我咋了 关键我等你 你知道那天有多热 他考一场是要出来吧 他见我就说了一句话 说我考得怎么样 然后就没了 你就找你小姐妹 找你室友去了 主持人 我给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让他等 是因为我那个窗边啊 刚好他站那个位置 我能看到他 我会感觉没事 我瞟瞟他我能看见他 他在等我 我觉得一定要好好考 因为我觉得我考了一个 满分的世界 对他来说就是 值得他这样去等待 这样不好吗 就像一个孩子考好 高方给家长也是好的等待呀 对对对 那你最起码关心我一下 跟我凭水 问我热不热吧 那太阳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在那儿 我就做那个马路牙 就这种马路牙 我一做 做了一天 你见哪个孩子考试 孩子会问妈你热不热呀 你叫过他爸爸 我没叫过 你叫他爸呀 我不是你妈 我是你男朋友 你记住这句话 而且你说的那么过分的话 他你知道说什么过分的话吗 因为他跟我说 如果我出来考完师看不到你 那咱俩就别出 咱俩就分手 你也不是傻是吧 我肯定不傻呀 那你不是也是爱着我吗 我就是爱着你 我才会这样说呀 我爱你可以 那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过分的话 平时本来对我的关心就少呀 我让你在那儿等着我怎么了 我哪里对你关心少了 我对你关心还不够多吗 一点都不多 想想我都来气 你说 你说女孩子要点仪式感 要点浪漫 很正常吧 好像正常 我要的又不是什么金钱 堆起来那种仪式感 是需要用心 你要什么要的 用心去来的 你看我们谈两年多了 你约个会正常 正常 你看个电影正常吗 正常 我们就看过两次电影 这个有点不正常 按年份算的 那你难道不知道 我平时跟你出来都是戴影衅眼镜的 戴影衅眼镜看电影 关心啥事啊 但你眼睛看电影眼睛很痛 你知道吗 你不想跟我看电影 你一百个借口都有 难道我为了让你快乐 我要牺牲自找自己的快乐吗 你看 它就是这样 这还有另一次 更迫普 你说最近冬天都特别流行 那个入洞六件套吧 啥叫六件套 我们普及一下 我们确实都不知道 就是那些板栗啊 糖葫芦 红薯 红薯 还有奶茶 奶茶 还有她对我的那份爱心 这不才五件吗 对 还有草莓蛋糕 现在谭的恋爱要长这么多知识 咱们记下来 她觉得是我没给她那个仪式感 那我哪样没给你买 没带你去吃 难道非要我说把这些东西打包 叠在一起全送给她 多浪费啊 啥叫仪式感呀 那人家朋友圈都发呢 我发啥呀 我发你一张脸呀 不是 你这就不对了 姑娘 你要真想发的话 吃板栗的时候拍一张 吃红薯的时候拍一张 九宫可急齐了 你同一天发 对 可以吗 人家都一下六件套 对吧 我这是急神龙呢 对 你慢慢急着嘛 那还有那纪念日 那一百天 多喜庆的日子呀 我都跟她说 我以为她会悄悄给我准备 那你一百天 你家孩子过百岁 有必要吗 咱们在一起 一百二十天 一百四十天 咱都过一遍得了 天天过节 别过日子了 那行吗 那人家都过一百天 这热恋时间 不应该庆祝一下吗 这不值得庆祝吗 我觉得这有点跟风 这不是跟风不跟风 那情人节 全国人民都过得节日 不是 全国人民不过啊 但是我感觉 情人节这 有情人都要过的呀 是不是 我没有陪你过吗 我一整天都在陪你啊 他陪我过个什么 一整天 从早到晚我们就走走 不看电影不约会啥的 情人节总得有花吧 我的花呢 我是不是送你了当时啊 五块钱一朵玫瑰花 他买了以后 我也不开心 不是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我觉得 情人节送花很俗 而且在我眼里 只有那些就刚触 或者说刚成为情人的人 才需要那种仪式 那我就真的 像我们俩这种 如果真的 他是在我心中 就是我如果送她花 他会觉得 咱那个钱买烤地瓜啥的 不挺香的吗 我这样想的你知道吗 而且当时我送她了 反正我就觉得 人家拿花的女孩幸福 那就还不太说了 我为了